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重複組合 它這個HnR等於Cn加R-E取R 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我們先從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看這個定理 看它這個數字到底是怎麼浮現出來 那首先呢就是呢 你這個重複組合呢 你可以這樣子來想 就是說我們現在把R個相同的東西 全部分給N個人的方法數 那這個數字呢就是HnR 那HnR呢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這個組合 C的形態 但是你在轉換的時候呢 必須要把上面這個數字 變成N加R-E 變成N加R-E 好 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呢 我們現在呢 有甲乙丙三個人 甲乙丙三個人 那我們把兩個球呢 分給這三個人 那它分 我們這樣分的方法數有哪幾種呢 首先就是呢 我們把這個球給這一個 這一個 或者是呢 把這個球給它 或者是給它 或者說呢 把這個球給它 或者是給它 那或者是呢 把這個球呢 兩個通通給甲 兩個通通給甲 那不管是哪一種方法 我們用這樣子來表達 現在兩個相同的球 同學記得這個是相同的 兩個相同的球 你分給這三個人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呢 下去呢 把這兩個球隔開 譬如說呢 我現在呢 用一個這樣子的隔開 再隔開 那這個表示什麼呢 表示這第三個人是沒有球的 也就是說 甲乙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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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變成是這樣子啦 好 這個換句話說 中間這個乙沒有球 沒有球 那如果是這第三種情況 乙分到一粒 丙分到一粒 那麼我們在隔的時候呢 就變成這樣子了 變成這樣子了 好 那如果說是像這樣子 甲有兩個的話呢 甲分到兩個球 兩個相同的球 那這樣子 乙跟丙都沒有 那就變成像這種情況了 所以同學看一下 這個 把這種情況 把它轉換到這邊來 把它轉換到這邊來 那麼 其實呢 它就是我們之前討論的 不完全相異物 它的排列 那這個不完全相異物呢 它總共有幾個東西呢 這個圓圈 還有這個直線 這樣子總共有四個 總共有四個 那這四個是從哪裡來的呢 從這個2 從這個2加3-1得來的 2加3-1得來的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分給三個人 但是三個人的話呢 你只需要兩條線下去 區隔出三個 好 兩條線就可以區隔三個 所以我們要把3-1 然後你再加上 原來的這兩個相同的東西 好 那這兩個相同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 兩個球 兩個球 就是2 那三條線 那本來應該用三條線 但是 因為你在區隔的時候呢 只需要用兩條線 來區隔成三個地方就可以了 像這邊就是這樣子 這邊是甲分到一個球 丙分到一個球 那這兩條線中間 這個乙呢 沒有分到 或者是在這邊 這個甲分兩個 分兩個球 那乙跟丙呢 都沒有分到球 好 乙跟丙都沒有分到球 所以呢 不管你的東西是多少 假設你要區分的話 像這邊 這個N取R 這個 N個 你把R個相同的東西 分給N個人 那我們需要用N-1個 這一種直線 所以需要用N-1個這種直線 來把這R個相同的東西呢 分隔出來 分隔成N份 分隔成N份 好 所謂N-1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用N-1個像這樣子的一個直線 來把這一堆的 R個相同的東西呢 區分成N份 N份 那 在計算的時候呢 用這麼多 用這個 譬如說像這邊 2加3-1呢 它就是4了 所以呢 這兩個圓圈 兩個圓球 跟兩條直線 下去排列的話呢 它就變成4階層 但是你它除以什麼呢 除以這個2階層 再除以2階層 再除以2階層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不完全相亦物的排列 那因此呢 我們這邊就是說呢 它是變成N-1加R階層 那 除以什麼呢 你必須要把它除以這個R階層 因為我們這邊有R個相同的物 所以我們要把它這個 重複的排列呢 把它除掉 然後呢 再乘以什麼呢 再乘以這個N-R N-1加R的階層 再把它減掉R 再把它減掉R 也就變成了N-1階層 也就變N-1階層 那這個數字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數字呢 實際上就是C 這個N-1加R 再取R 這個數字實際上就是這一個 實際上就是這個數字 那你再把它調整一下位置呢 它就變成C的N-1 再取R 再取R 看這個第二種解釋方式 那第一種解釋方式 同學了解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叫重複排列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有R個相同的東西 相同的東西 那現在分給N個人 它的方法的數目 分給N個人方法 那麼當你把這R個東西呢 分給N個人方法呢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 這種重複排列的 不完全相由重複排的方式 下去來解釋它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轉換成 像這種C的模式